我现在会开始介绍一下 Lab4G跟Lab4G的内容 Lab4G跟Lab4G的内容都会要求同学去写一个 那个Firmware call 只是他们做的事情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应该说在4G里面 你会写一个FIR的Firmware call 那这个东西你会被包成 它会被存在你的Bram里面 那你要做的事情应该就是基本上是上面这些 就是已经有列出来了 那先往下看就会看到说 我们已经把你需要写的档案有列出来 然后这是一些我们宣告在 就是在宣告好的变数 然后在这里面 在FIR.H里面可以去这个路径里面看 那我们会需要你在这个FIR.C这个档案里面 去写你的FIR的同规的call 那剩下的这些是我们会使用到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主要是说你可能会 也有可能根据你的定义的不同 就是你的AdressNet的定义 订阅一个Bram跟你的Wishbound的一些讯号的对应 那波形基本上会像右下角这张图片一样 所以你就只要 应对着应对着这个国形去设计你的这个Ctrl讯号去控制这个 Wishbound跟Bram的控制就好 那这个Bram我们目前是已经宣告好的 然后这个Size的部分可能要同学自己去设定 因为这个Size会被你的设计的C course的影响 所以你的CoreSize在CompilerCompile完之后的那个Hex档 那个Hex档你看一下Size就知道你的CoreSize 对啊 应该是不会太大了 你的Core不会写到太大了 然后这个就是给你一个Size去Compile你的这个分为Core这样 那在你Compile完你的Core之后呢 你会把这个 它会把这个Hex档直接放到你的TestBench里面 就是在这个地方 SPFH这里 那所以你在这个Lab的话你就需要去写你的Firmware的CCore 以及说你的RTL是一个Wishbound跟Bram之间的communication这样 对那 先然后再看开另外一个 好那个在杨泽介绍Lab4-2之前啊 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啊 就是在 在Corever SoC里面 它其实你知道那个Corever SoC没有接外面的memory 没有D-Win的interface 对不对 那Corever SoC里面唯一有两块Storage Area 我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 它下面Storage Area有个DFF跟DFF2 那一个是EKBi DFF2是只有512Bi 那这两块Storage 一个是在存那个Corever Data DFF是存的是Corever Data 也就是宣告一个变数然后Initialize 所谓Corever Data就是那个Data是Initialize 然后DFF2是For Local Data 就是例如说我叫一个Function 那个Function里面你问到一些变数 那个就是所谓的Local Data 那它的扣存在哪里 它的扣在Flash里面 扣在Flash里面 所以你这个Risk5在Execution的时候 它是actually是Execute out of Flash 所以这CPU本身很慢不讲 但是最慢的是去读Flash去Flash code 所以你可以想像说今天我的这个Function 来控制我的Hardware 那假设这个Function跑得非常非常慢的话 它送一笔Data要花几百个cycle才把一笔Data过来 那我的FIR呢 11个cycle 或是10几个cycle就算出来了 那你这个FIR再怎么做再以后 它口红的时间没有掉 OK 所以我特别调整把4-1把它改变 也就是说我的那个Function 会漏到User发掘的能力 那至少是在一个Design里面 不是从Flash出过来 Flash非常非常慢 所以说Lab4-1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Code 从Flash再开始系统拨替起来的时候 它就从Flash的Code把它搬到User memory 然后Jump到User memory去执行Code 所以执行Code就是在相当于是OnTrue的SW 所以我可以称一个例子给你们看 那个 我来看一下 我这边share一下Screen 所以我就请人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同样的Code前面这一段Code 是SQ在SPI Flash里面 那同样的Code我把这个Code搬到Memory里面 搬到NPRC就是在User Project 那这边都是Flash 上面的这些Code的词行是Out ofFlash 所以同样的Code它在这边执行花那么长的时间 然后在S3里面执行就快很多 所以为什么Lab4-1你一定要先会做 就是你们要知道如何把你写的那个Formule Code 放进这个User Project 所以牵涉到Linker Compiler在Link完之后 你那个Code的那个位置 你要指定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要指到User Project Area OK Wish放出来的Address要指到User Project Area 什么Address是User Project Area 对不对 在PellenLine描一下 一个 对不对 好 你这个Code 对不对 按摩 所以一開始也是到100去抓 因為我們沒有改Power 那只是在Ball-R code裡面做了一些動作 就是把那個dataCopy到這裡 Copy到3800 然後之後再Jump到一個Entry 就是你的Code manProgram的Entry manProgram的Entry在3800 好這一點就是你要知道整個那個系統OS 還有不是談到一些 就是整個Ball-R過程的這些行程 那這一部分是屬於Embed programming 所以Basic要知道的東西 那在兩三週後會有一個特別來講 不過你們先把這個實驗 照著那個Webbook講的步驟把它把它做完 然後你們在做Lab4G的時候 就看什麼的Webbook就像這樣子 看什麼的Webbook 你會把這些信號叫起來 所以你看到 你可以看到一步起來的時候 到底發生什麼東西 你會發現它在搬給它 搬到EU就發出來了 然後跳過去 所以每一個CPU的每一個動作 都看得清清楚 那這種東西就是你們平常是 不太普通 你用一個現成的領域系統 看不到裡面這些動作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你們要學習的東西 好 那接下來再給這個 楊哲他在介紹Lab4G2 好 我先講一下那個Lab4G1的Submission 應該還好 就是我可能會把這個檔案 也PO在E class上面 那簡單來說我們會做的事情 就跟這個圖片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然後以及FIRC code 這剛剛都有講過 那我們給的Specific 應該說TypeNumber跟InputNumber 都只有11而已 對 那一樣是一樣的Interface這樣 就是我應該說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WaveFone的樣子 就是也在放在這邊這樣 那要繳條的部分有你的Hex 就是你的那個包起來的Firmware 以及你還沒有包起來的Firmware 還有因為我們會用到 那個跟BRAM溝通 所以你要把我們放在那個 Github上面 EX-Memory-FIR的那個BRAM 跟你的User-Project-Example-Counter 就是放在一起這樣 那剩下的東西應該上面都有敘述 對 那目前預計Dayline時間是11月2號 那好 那我再開始講Lab42 好那Lab42的部分是 呃應該在Lab3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Design了一個Vlog的FIR 也就像現在在做的 以及4-1之後會知道說要怎麼執行我們的Code 所以在這個實驗裡面 你會就是把設計你的FIR 是有點像是為Data給那個你的Virus 也會給你的RTL Code 然後再讓你RTL Code去討你的這些Data 那簡單的概括就是這樣 因為你一開始會不要用Wishpound 去把你的那些 那些Firmware的檔案 丟到一個BRAM裡面把它存起來 就在User-Project裡面 然後接下來你要把這個Data 也會傳到這些那個Wishpound to ASI Interface的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Vlog是用那個 ASI String-like的Interface 所以你可能也就要做一個這個轉換 所以我們這個實驗裡面 呃應該說在Lab4之一 我會做ESMPN FIR這裡的東西 那在正式實驗叫做WishpoundDecode 跟WishpoundInterface to ASI 那基本上這是一些Handtake的Protocol 就是我們會就是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Risk5會用Wishpound去Interface with FIR 那我們在那個3的時候 已經做過了AX-like跟Aistrade的Interface 那我們這次的實驗叫做一個Wishpound to ASI to ASI String的Interface的轉換 那4之1的部分就是已經知道說要怎麼 去把Code的儲存起來 然後去使用這個Code 那我們也會用到這個功能 那基本上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SN跟YN 就是輸入這些Data跟輸入這些Data這樣 那這個跟這個東西跟上這個4之1有不太一樣的 它SAMARK跟NMARK有可能有點不太一樣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在結束 我們只需要去建設說最後一筆輸出的Wishpound是正確的 這樣的方式去給Data可以PreloadData之類的 就是根據你的設計 然後去Send你的Data 那Data就是這樣看起來是從0到63這樣 那這樣是一些建議的一些可以提供 可以參考的一些Ridget address 就不一定要完全參照這個 但是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東西去做設計 那 看一下 我們在這次實驗裡面 我們也只要就是也只要產生一些Simulation 然後去看那些波形 但是我們也只要你做合成 因為你有設計你的 就是設計他剛才Wishpound的轉換之類的 那可能就是要就是你要合成整整塊 只是要注意就是我們就是可能不需要做 就是我們展示的41跟42 我們不需要做合成後的PostSenseAssist的Simulation 我們只要做Behaviour Simulation就好 那你可以使用 就是我們要提供在這個ColourfulFIR下面 有VLens1跟VLens的東西 那就是看根據你的設計去使用 就是看有如果多放你的Data 會不會是你的效能更好這樣 那可能就 也希望你去計算一下這個VLens 那 這個意思是真的 那可能是自己也是 就是蠻像但是去延伸這個東西 就是你可能也是要從你自己 把你的Ware Code去Ware Data 然後以及說你需要去設計 Wishpound Decode跟Wishpound 趕快去找小組 如果真的真的到明天都還沒有的話 我可能就會按下隨機分組 讓你們自己就是自己到找到隨機的組員這樣 OK 那基本上就這樣 對 我想這個小組的話有三個人分擔工作 也許這個不像這個LabSense LabSense我特別要求是每一個都需要做 因為那個是很基礎的整個這個一個 Acelerator Design的Basic 我這邊稍微再解釋一下 這個 補充一下剛才楊澤講的 可以看到這張圖 那這裡面要講的就是說這個框框 外面最大的框框就是一個User Project 那在4-1的時候 你有的是一個這樣子的提示 那裡面其實就是一個Wishpound的interface 由Wishpound來access我裡面的memory 那這裡面改變的是那個memory是10個cycle的assess suppose你這個block run 應該一個cycle就assess出來 那特別在 他特別把那個ac 這個data return回去 這個ac的時間往後delay10個cycle 主要是讓他 這個execution慢一點 讓他execution慢一點 所以你的cofetch啊 什麼這邊這邊會稍微慢一點 那你然後這一部分FIR Virilog的FIR design 還是原來的這個design 這個design 那這個design你就要靠一個Wishpound interface 因為原先的interface是XILite跟XIS 對不對 然後所以你上頭要設計一個Wishpound 那但在這裡面 User Project等於有兩個design 有兩個design 那他的assess是從3000開始 那你的cofetch這些呢 cofund的位置是3800 3800 那Wishpound的你的FIR呢 我就放在3000的位置 所以你這邊就需要做decode 這邊上面要decode 然後你看進來的address是3800的話 你看進來的address是3800的話 那個你就要產生這個 這個external memory 就是execution memory 這條的Wishpound interface要產生出來 那假如3000的話呢 你就走FIR這條路 OK 所以就是把它整個intergrade起來 那你整個要去做synthesis Synthesis 好那再來就是這個block run部分 原先的block run 你們在lab3的時候block run是不synthesis的 就這一塊 這幾個menu 這是block run 這三個其實都是block run 那這個block run的code 我們會提供給你 那他是可以在silence的fpda可以寫著自己 那這三個都應該要用block run來implement 來implement 那implement方式在我們Varrow的sran的ppt裡面 其實有介紹就是你可以用這個directive 告訴這個synthesis 我開始就說我要用run style要用block run 或者我在寫code的時候做inference 那因為這個size我做實驗了 結果因為這size太小 太小我雖然用inference的方式 但他還是用LUT run在做 還是用LUT run在做 用LUT run也OK 用LUT run反正它就是一個cycle的lake 那出來data會輸給你 這個LUT run也OK 反正這個扣會提供給你 這個 那你們要design的就是 其實真正的比賽來講 比賽來講就是這兩塊比賽 那這個比賽其實是這一點簡單的比賽 這比賽 那其實真正這一個level f比較大的就是寫那個foreword code 寫foreword code 比較注意到整個xn就是 解行後就寫完了 這是比較簡單的 好那這邊就稍微解釋一下這個 好 那 好的那我們來 下面來看一下 我來講解一下level3的FIR 我們來講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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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